Hello 大家好 今天介绍什么呢? 就是说回这个怀旧之夜 这一部D300S 配一支85 1.4D镜 这部D300S当年也是一部避蓝机 这支85 1.4D 当时是刚刚出来做事 做事就买了这支镜 这支镜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是早期版本 另一个是后期版本 有十字写着recycle 我喜欢用早期版本 用料也足够 其实这支镜拍出来的效果也非常好 配一部D300S 究竟以前的机和以前的镜 和现在的Z机和现在的85 1.2 1.8的比较会是怎样的呢? 我都很想知道 其实早期的镜有早期的镜的味道 其实我都很喜欢用一些旧镜 因为旧镜有一种美感在这里 好了 今天就去到沙头角公园这里 就去拍一下相片 和我老婆拍一些人像照 因为85也是拍的人像会比较多的 让大家看看镜拍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E300S今时今日 究竟撕相片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 好 大家看看相片 都是拍老婆 真的不要介意 真的没办法 放假嘛 就拍老婆仔 出来的颜色 就真的很特别 我觉得 这种色 就真的NECON以前那种 旧有的颜色 就出回来 我一看到这颜色的时候 嘩 NECON色 这样 现在的相机 就真的做不到这颜色 好有趣啊 这颜色 例如我们看一下这两张相片 那颜色 那颜色 以前的NECON 我经常都说 很硬的 很青青红红的感觉 就是这一种颜色 所以 一用回D300S 出到这颜色的时候 我就非常之开心 因为可以看回D300S 以前 NECON的颜色 那种感觉 是 很有情怀 逐一张 逐一张上去看看 看到颜色之余 也可以看到 镜子的表现 如何 颜色就很有趣 头发 真的 青青绿绿的 在黑色的位置 青绿绿的感觉 还有这些照片 我没有调整过任何的白平衡 颜色的转变 只是做了一些光暗 撿走一些东西 整滑皮肤 颜色我就没有改变过 那天日影是自动白平衡去拍的 那些绿色就很 很塑胶的感觉 很有趣 皮肤就白铝透红 再剪一下 OK 另外一张 其实镜子拍出来 都非常之Sharp 先看看资料 1.4光圈拍的 其实都非常之Sharp 这支镜子 虽然是旧镜子 全开光圈的时候 都会看到 那个锐利度非常之高 那 看到嘴唇的 痕色就很鲜艳 皮肤就白铝透红 暗位就有一种 扮绿的感觉出来了 那后面的绿色就好像有一种 很塑胶的感觉 那大家整体加起上来 就是我刚才都说了 早期的离腔就是这种 红红绿绿青青的感觉 那种感觉 那其实我都挺喜欢这种颜色 因为呢 现在的颜色可能真的做得太准确了 那就没有了每一部 机的以前那种特色出来 那这些相片 我其实都是拍了RAW檔 去做出来的 所以看到那种感觉 真的非常之特别 不知为什么 还有一些黄色 是不是它那个分色能力 分色不到那种颜色 我真的不清楚 那些头发就不会是 即是我老婆的头发的颜色 我也很清楚 肯定没有这种颜色 不知为什么会出来了 那所以呢 用回以前的旧机呢 都挺特别的 因为旧机说真的 又不是说很贵 一千多元有一部 那买回来当玩具 那出去玩一下而已 这些就 如果你说真的到场去找食 那当然不会用这些机 那么大呢 那这个换味呢 就非常之重 这种感觉又真的 好 那看多了几张相片 那这些就是一些 偏红 白铝透红的感觉 皮肤是 现在又好像拍不到这种感觉 那一张相片 看一下镜子的表现是怎么样 那其实呢 一支镜子呢 1.4光圈 那散景都非常之靓 其实呢 分离感都非常之好的 这支镜子真的 以前那些镜子的通透度 我就觉得是真的靓一点 会通透一点的那种感觉 还有呢 立体感是会高一点的 那其实呢 这支镜子呢 在这个1001夜里面呢 都有说过的了 No.41 那这支镜子呢 是1994年开始去生产啦 那1996年呢 就开始大量去量产的 那当时呢 内对焦的一支定焦镜来说呢 这支呢 都是一支线距镜 那因为呢 很多以前的镜子呢 都不是做到去内对焦的 那这支呢 就是非常之早期的一支内对焦镜 那内对焦镜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呢 不会这么容易入层啦 那这个镜子呢 那这个镜子呢 就是固定了 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了 那提外话说了这么多了 那再看一支镜子的表现先 那以前的镜子呢 就真的有种特色呢 就是比较硬身一点 那和 比较Nika那些镜子呢 就是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柔软那种感觉的 反差呢 也都会高一点呢 那 那过度呢 也都会是比较硬身的 那一下那个锐利度呢 就落了一个 比较 柔软的位置里面 这些呢 都是呢 日本Nikon镜的特色来的 那 没说好和不好的 只不过是大家 那个设计理念啊 和大家喜欢的东西不同而已 那 看画子镜子啦 其实那个颜色表现呢 都非常之强烈啊 那这个红色都做得很漂亮啊 还有呢 它那个主体呢 都非常之突出啊 立体感呢 真的非常之好啊 和现在的镜子呢 其实呢 不会输得去哪里啊 我觉得是 要锐利的地方呢 就真的头发丝都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一张照片呢 就是1.4光圈影的 哇 都非常之锐利啊 这个感觉真的 非常之漂亮啊 所有的东西都 头发丝啊 一丝一丝啊 都看到了啊 这个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那些头发 绿绿蓝蓝的那样的呢 真的有没有一些高手可以解决一下 这个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好 看回另外一张照片了 那也是啦 看回老婆仔的面呢 其实呢 真是白铝透红的 拍出来 这种感觉 真是 颜色呢 真是 很特别啊 那种颜色 真是不懂怎样去形容 OK 都是几个光圈拍的 这张 1.8 我认为更鲜色呢 左右眼的景深深了少少 那这张照片更鲜色呢 每一个细节度都可以看到 那其实那些旧镜 镜片保持得好呢 拍出来的影像呢 都非常之漂亮啊 好 再看这张照片 再看这张照片先 哇 都 所有的细节度都很高啊 啊 表现都不错啊 对啦 哇 这张照片都拍得好清楚啊 都说了 哇 景深真是很浅啊 去到 你见到那个 扶手那里去到 那个 对中招位呢 真是得过少少而已 那 所以这些大光圈镜呢 去拍人像呢 那个立体感 和分离度呢 真是非常之好啊 哇 真是好 好有立体感啊 那种感觉是 那种感觉是 皮肤那个质感都非常之好啊 还有远一点点去拍回全身啦 那 你见到呢 说那个立体感呢 真是 那个人呢 都是那一句了 好像Key来那样的样子 咦 现在的镜是sharp 但是又 没有了这种立体感出来的 我觉得 可能以前的镜的玻璃成份呢 可能和现在真的有点不同 再看看这一张 这一张真是非常之颜色 非常特别的 一张照片 好像以前那些 那些月曆呢 后面那些 那些 那些照片那样 那种颜色就是 那种颜色就是 好有趣啊 就是以前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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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曆的一张 一张纸 后面就有块板那样的 就是那种颜色 我觉得是 好复古啊 这种感觉是 真的好有趣啊 这种感觉真的 对了 那你见到后面的树叶啊 所有的东西 前景啊 前景后景都见到啦 那其实这个过度呢 都非常之靓啊 这个感觉都是 有回前景有回后景去看回 这支镜 那究竟这个是多少光圈呢 哦 这个1.6光圈 开到去 都 哇 真的非常之锐利 开到1.6光圈的时候 这支镜都 好美啊 整体来说 都不错啊 其实呢 这支镜呢 现在卖的二手价呢 2千多元而已 那在现在的 Nikon 机里面 Z 机呢 就算转了 F-T2 Z 孔呢 都是做不到一个自动对焦的 因为这支是D 镜来的 就是以前我们说的电转镜 一定是有个机身摩打去推动 就是用那个镜呢 才会做到一个自动对焦的 其实不要紧要的 当如果你是用Z 机的呢 你就当一支手动镜去做咯 当一支手动镜去玩咯 其实都非常之好玩的 好了 那分享就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想有些什么Nikon的机 我就真的玩开Nikon 和Nikar 如果真的有些什么Nikon的旧机 究竟想真的去试一下 那你告诉我吧 那我尽量可以拍一条影片 大家一起怀疚一下 好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